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艾依口,听听的小铃铛打招呼 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 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事件,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张解谜地图啊 快又放暑假了,咱们才不要被一大堆的那个暑假作业耽误时间,咱们要去玩啊 快走吧,去玩吧 你小哥哥你在家写作业吧 请来帮我抄一下 不不不不不不不,应该是我把作业交给你 你是来帮我写作业的 哥哥,我是你妹妹呀,你怎么能欺负妹妹呢 快去写作业吧 没毛病,没毛病老铁 好好,你继续玩,继续玩,我写作业了 哈喽,那个,我说一下那个 我记得我小时候,小时候不是放暑假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老师布置了特别多的那个暑假作业 我记得暑假作业好像总共有三四本吧 我为了,你知道我为了不写作业我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我拿,我拿暑假作业擦屁股 还有,还有用那个,不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去,去,去那个什么 啊,地里面偷,偷红薯啊,偷玉米啊 然后我拿那些作业本用来,用来烧 用来喂红薯 结果被我爸知道了,我爸直接把我吊在树上打 吊在树上走 你真的太弱智的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做过一件特别聪明的事 你要不要听一下 什么事啊,你说 我小时候把作业,暑假作业每个上面都写一点 因为,因为我是乱蒙的 老师如果检查起来就那个,就会发现 然后把暑假作业丢到水里面 然后那个字就会变成模糊掉 然后就以为我全部都写掉了 我跟老师讲,那个暑假作业掉水里去了 聪明,聪明 好机智啊,好机智啊 聪明嘛 好了好了,咱们来看一下剧情嘛 剧情这边是,左边是我的作业 由于不想写作业,所以准备逃出去 先想想怎么出去吧 一层的钥匙一定要拿,一定要看 然后我看一下厨箱里面有没有钥匙啊 没有钥匙啊 这边好多融物啊 诶,我看到箱子了 不用找炉子里面,应该是在这箱子里面 找到,走 是从楼梯站走吗 往上爬呀 我们俩住地下室 确认过眼神 的确是粉色的 怎么这里的,门锁住了 原来是仓库 仓库,哦对 这个钥匙应该是开这里的 然后这边找找看吧 我该怎么出去 厨箱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 有个洞,看一下有没有床 转狗洞吗 有个床有个床 转狗洞吗 然后这里有个箱子 普通压力帆 引火虫罐 为什么这小房子里面会有一张床呢 这是狗窝呀 你忘了吗 哥哥,我们在养大黄呀 哥哥,你真的是 跟鱼一样 7秒钟的记忆 这个怎么过啊 直接用 灯亮剑顺一下就过来了 还跳的吗 笨的 咱们两个是表妹 咱们两个是表妹兄妹吧 没错 没错 一点都没毛病 塑料 塑料的感情嘛 对啊 我只是想要能量间过来一下 然后结果不小心把你给 不带你这样的 好歹 我也帮你写 我答应把你写暑假作业了 这是哪里 然后请记住这些东西 这里 这里应该是那个什么草堆 草堆 草堆有两个 四个草方块 应该是这样 哦 还有灯 灯有三个 然后有几个草 第四个 对了 这个吗 这边的话有几个草堆 两个草堆啊 哎出来了 出来了 咱们逃出来了 不是 按照剧情 按照咱们两个的剧情走向 是逃出去上网啊 上网完明明世界啊 网吧呢 网吧呢 不是坐着你你你你你 不带你这样偷懒的 来吧来吧来吧 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 好了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